再来是其他三个项我们很快的把它讲过去 因为做法都一样 那这个是Tilting Term Tilting Term的话分子是W 然后分母是X所以你会有大L在分母 然后它跟它相乘的这个部分是水平封场 底V这个是水平封场 所以是大U写在这边 然后分母的话是底Z 所以这是垂直的空间尺度 所以你要用大H 这两个项呢都是写起来都是同样的符号 那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在做尺度分析 我们并不是真的在做数学上的计算 所以你只要写一次就好 你不需要写两次这个东西相见 这个的部分也是有时候同学常会写错的地方 好那现在就把WU还有LH的尺度通通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你整理过之后也会得到10的负11次方 那一样要小心的就是 它跟相对温度一样就是 你前面有一项后面有一项 然后两个相减 这两个项有时候数值会很接近 所以它会互相抵消一些 所以这边一样会有一个小余的符号 蓝色这个项是行星温度的水平平流项 V的话就是水平封场 所以它是U 然后再来是底F除以底Y 这个在定义上就是β 那这β我们前面有讲过它的尺度大概是10的负11次方 所以你这边就直接写β 然后就把U带10进去 然后β就带10的负11次方进去 所以整理过以后会变成10的负10次方 最后一个是solinoid doctrine 它的括号外面是Lho平方分之一 所以我们这边写Lho平方分之一先放着 括号里面这里是deltaRho所以分子有一个deltaRho 还有一个是底P所以这里deltaP 那分母的话是两个水平空间尺度在这里 所以你会有L平方在分母 这几个符号的数字在左边这边可以看到 deltaRho除以Rho在这边 它是10的负2次方 然后再一个Rho在上面 这是1每立方公尺1公斤 所以你要把这个数字带进去 再来deltaP的话在这边 是10毫8或是你说是一个kilopart 那所以你就带一个kilopart的数字进去 然后L的话是水平空间尺度 这是10的6次方米 那你记得要做单位换算 所以分子这边是有par的单位 然后分母这边会有公斤的重量的单位 你要翻一下单位换算的表 去做详细的单位换算 那有些数字可能就会变 所以你要把数字详细的写出来 我这边因为是投影片 所以没有把详细的过程留在上面 但是同学在作答的时候 记得你的详细的计算过程一定要写出来 所以整理过之后 它应该是10的负11次方 那一样就是这个像 它是两个像相减 所以它一样会互相比较 会小一个数量级 所以跟前面的tilting term一样 那这样我们就把渦度方程里面 大部分的像的尺度都分析完了 只剩中间这个 这个像我们要先来看 相对渦度加行星渦度这个部分 那我们把它相除一下 就是相对渦度除以行星渦度 Zeta是U除以L 大约是10的负5次方 然后F0是10的负4次方 所以10的负5除以10的负4 那样出起来大概是10的负1次方 所以它就代表相对渦度 通常会比行星渦度小一个数量级的意思 所以你在这边相对渦度加行星渦度的时候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简化成下面这个红色的框框框的这样子 那你在使用这个近似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就是如果你的气旋很强的时候 就不可以用这个近似 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浮扇项的数量级到底是多大 那我们看括号里面的这个部分 里面是divergence 所以U的符号是这个水平封场的符号 然后分母的X是水平空间的符号是大L 所以你把它组起来 但是呢一样这里有两个项 它们通常大小会很接近 而且正符号会刚好相反 所以会有很明显的抵消作用 所以这两个项你真的在相加之后 就会通常会小一个order 所以刚刚10的负5次方 实际上它应该会小一个order 所以大概是10的负6次方 而且还是小于等于这样子 那所以好我们来看这个项到底是什么 刚刚前面说F的话大概是10的负4次方 然后这个divergence大概是10的负6次方 然后这里一样是小于等于 所以会近似于10的负10次方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 涡度方程里面各项的大小 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大小 我都把它写上来了 红色就是10的负10次方的大小 所以tendency term 然后evection term 还有divergence term 行星窝度的evection term 小一个order的 就是10的负11次方 这个尺度的 我用蓝色的写 所以垂直传送向 还有这个tilting term 还有solenoidal term 都是10的负11次方 现在尺度比较大的这几个 红色框框框起来的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合并起来 变成下面这里 就是绝对握度的一样是权威分向 只是现在这个权威分向只有水平方向的平流向留着而已 那个垂直方向的平流向因为太小了 我们把它省略掉 那所以这个大d的右下角这里就会写一个小h horizontal的意思 小h来表示平流向跟原本的差异 那f的话虽然这边是只有y方向的平流向 但是你可以再把它加一个x方向上的平流向进去 它不会改变这个等式 然后你也可以再把f的tendency term也加进去 那你就可以把它并到这个括号里面 就可以写成左下角的框框这个形式 合并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你只剩下绝对握度的权威分向和divergence term 那我们来看指数分析后的握度方程 你只剩下绝对握度的权威分向跟divergence term 或者是如果你要分析的是很强的天气系统 你必须要把相对握度保留的话 那就是这边 这边会变成是相对握度要留着 那要注意的就是不管是哪一种形式 如果你是在封面的附近 中纬度封面的附近 这两个近似的形式都不可以用 因为封面的水平尺度也就是它的宽度 因为封面很长但是比较窄一点 所以我们这边特别强调是它的窄的那边的那个宽度 它的水平尺度其实大概只有100公里而已 然后垂直的速度会明显的大很多 因为封面附近会有比较强的举声过程发生 所以通常它的垂直速度的尺度 会再大一个order 原本的是1公分每秒 那封面附近大概会是10公分每秒 所以你去回想我们前面在做尺度分析的时候 用的L跟W 数字是跟这边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要分析的对象是封面的时候 记得不要用这个已经被简化过的渦度方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